接下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雨来 是不是 接下来应该是正如气象局的预测 就是今天的雨量就会整个 就正式的就不小 简报听到一半 行政院长苏仁昌忍不住发问 北北基陶竹 宜兰连江都停班停课 但风雨不如预测 气象局一连串回应 苏仁昌不太满意 你们用很多专家的术语 但是对一般民众讲话 就是用你专家的学问 但告诉民众是用民众的语言 现在风雨小 并不是台风已经过了 而是现在正是这个间隙经过的时候 但是后面还有可能比较大的风雨来临 我这样欢意 直接帮忙翻译 苏仁昌快要听不下去 我很认真听 但是因为我不是专家 民众就好像看医生一样 看医生你只要告诉说 不太急 这样他听这一句就放心 或者说 这个严重 周五一早 苏仁昌原定八点坐证灾害应变中心 提前七点四十三分就进驻 虽然风雨稍缓 但行政院不敢大意 尤其前一天财地震要求各部会紧盯灾情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直言 这台风价多了 今天这个台风价就算是多放假一天了 所以我就把今天当作一般的假日 多放假一天了 回去工作吧 北北京难得迅速决意停班停课 立起码却在深夜北偏 但台风天安全第一 气象局也提醒 别掉以轻心 三连线 吴冠宁李维婷 祝贵 张慧琪 谈不到